要说2024哪部国产剧最火,我想,有人会喜欢年代题材的难来北往,有人喜欢仙侠题材的语凤行,当然,谍战剧剧追风者也不错,不过,很多观众已经发现,已经好久没有看过一部像样的古装剧了,带有最古典韵味的古装剧一直都是观众心中放不下的心头好。 2015年,一部狼牙榜将古装剧再次带到巅峰,古风古运,全谋叠起,当气回肠的故事现在看仍让人有新的体会,还有2023年的莲花楼,用少年的江湖侠期待观众领略不一样的古装探案剧,成绩大爆,风靡不断,而随着今年各类古装仙侠,悬疑剧的播出,很多观众已经发现,已经好久没有看过一部像样的古装传奇剧了,哟! 说曹操,曹操就道,网传孰锦人家将在暑期档登陆优酷平台,俊南美女齐聚一堂,看完预告片我直接沦陷,看来不用担心暑期档具慌了。 孰锦人家,改编自庄庄的同名小说,讲述的是晚唐时期,一周季家小娘子季莺莺,谭松韵氏,自小聪慧,醉心于染思,并且天赋卓然,这让同为知谨大户赵家之子赵修元,张浩为氏,颇为眼红,并由此因爱生恨,处处给季家使伴子。 不过,在锦王世家数子杨静兰正夜城市的帮助下,季家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,要说该剧最吸引我的地方,绝对是近几年国产古装剧消失的彩色审美,在千篇一绿的黑、白、金等单调颜色的染指下,杂一看到充满晚唐鲜艳色彩的古装剧,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 预告片一开场,就是色彩鲜艳的织锦房中,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地劳作,入眼色彩分成,杂乱但却有章法,山清水秀的田间,女子们身穿各色服饰碗袖下水,在绿色植物的衬托下,更显得色彩鲜艳,山清水秀的田间,女子们身穿各色服饰碗袖下水,在绿色植物的衬托下,更显得色彩鲜艳,而除了城内的欢歌笑语外,城外的激烈厮,也极具古典野性 一眼望去,马匹上战斗的将士慷慨激昂,马蹄下浓烟滚滚,让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战场,太真实了,而这也正体现了主创团队满满的诚意,预告片里,从场地的搭建到拍摄地点的选择,每一处都能极大程度地还原晚堂时腿米的质感,可以说,数紧人家这部剧,故事新颖意义非凡,画面质感超群,审美一流,就连在演员的选择上,都能感受到该剧的诚意, 谭松韵主演,俊男美女太惊艳,众所周知,古装剧最重要的,莫过于演员的颜值,不论是古装历史剧,古装仙侠剧还是古装探案剧,颜值跟不上,即便有好的剧情加持,都很难让观众坚持下去,而数紧人家这部剧可了不得,主演们各个颜值抗打,谭松韵绝对称得上洞灵女神,一张娃娃脸,即便33岁,皮肤依然紧致,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, 演技更是一绝,在《甄嬛传》、《锦衣之下》、《锦心似玉》等剧中,她都贡献了出色的演技,在新剧《赎锦人家》中,谭松韵饰演女主纪莺莺,在制作《赎锦》时,她动作上小心翼翼,表情愉悦,眉眼间的欢喜,清晰地向观众传达纪莺莺莺对赎锦的热爱之情,谭松韵的演技完全不用担心, 找她饰演女主,导演眼光太独到,张浩为在温州两家人,庆余年,《长风度》等剧中都贡献了出色的演技,在新剧《赎锦人家》中,张浩为饰演对季安安由爱生恨的赵修媛,海报中她眼睛微眯,目光不善,像是在憋什么坏水一样,人设带感,就看张浩为要怎么演了,陈晓云长相清丽,在《小别离》,《青青日常》,《一念观山》等剧中演技出色,颜值更是让人眼前一亮, 新剧《赎锦人家》中,陈晓云饰演玉玲珑一绝,听名字就是为玲珑剔透的姑娘,预告片中她一身红衣面容秀里,对摘测方抿嘴一笑,看起来就是温婉清秀的大家闺秀,颜值高,演技好,看来陈晓云又要多一部出圈作品了,除此之外,金超,王一诺等年轻演员都将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,颜值不俗,演技也相当精彩,实在是让人太期待正片的到来了,从预告片来看, 《赎锦人家》在《赎锦荡》绝对能够脱颖而出 原因有二,一是导演找回了古偶剧应有的审美,大到服装、打光、调色、置景、小到基础的运镜都不敷衍 二是角色找回了存在感,许多古偶剧中,角色变成了工具人,一切都是撒糖的工具,而本剧将角色的重情重义,深谋远略塑造得恰到好处之外,支线故事也不含糊,男女主也并非谈恋爱的工具人,现在,只等该剧播出,成为国产古装剧领头的黑马,那么你期待这部剧的到来吗? 90年出生的谭松韵,出生在四川卢州,一个叫做旭永的小县城,父母都是普通工薪阶层,父亲曾经是少年工的舞蹈老师,后来开过火锅店,家里收入不算高,但养活一个女儿绰绰有余,谭松韵从小就是家里的宝贝,父母尽量满足她的一切要求,姥姥宠爱她,舅舅开照相馆,店里全都是她的照片,谭松韵印象中唯一一次挨打是因为她中午放学到同学家吃饭, 吃完饭过了好一会儿,才想起给家里打个电话,父母都急坏了,回家后,妈妈就让她跪在床上,拿只毛衣的棒针打她屁股,其实都打在了她的蓬蓬裙上,谭松韵假装疼得大叫,妈妈假装打疼了她,一场严厉的教训就这样过去了,11岁的时候,成都一笑到县里来招生,谭松韵从小跟着父亲打下了一点舞蹈底子,父亲问他想不想去一笑学舞蹈, 谭松韵那时候不喜欢学习,只要能够把文化课放一放他满口愿意,于是便跟着父亲去参加面试,没想到真的通过了,被一笑录取后,谭松韵便要离开家到成都读一笑,小小年纪离家父母更心疼了,每次放假回来都要给他准备各种好吃的,在舞蹈生理,谭松韵不算条件好的,柔韧度不够, 尤其是腰特别硬,别的同学轻轻松松把脚抬到脑袋上,他就是抬不上来,每次上课,老师都要帮谭松韵压腰,压得他哇哇大哭,好在老师说,舞蹈演员最重要的不是柔韧度和技巧,而是感情表达能力,要把舞跳出感觉,天赋不佳的谭松韵只能在表演上下功夫,当然也是因为他从小就想上电视,当演员, 爸妈也真的把他的资料放在了峨眉电影制片场,期待有合适的角色让他试一试,15岁的时候,电视剧《好好过日子》有一个角色找到谭松韵,而且不是龙套演员,有很多台词,演一个20左右刚刚回国的女孩,谭松韵表现得非常好,组里的演员们都很喜欢他,这件事更加让他坚定以后要学习表演,然而也是因为这次演戏的机会,谭松韵的文化课耽误了不少, 甚至错过了一模二模考试,原本他报考了四川大学的表演专业,专业成绩第四名,文化课却差20分,当时两条路摆在谭松韵面前,一条是选择一所其他大学,另一条是复读,他选择了后者,而且定了更高目标,考北电。 那年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,但父母没有告诉他,支持他复读一年,并且在第二年陪着他去北京面试,一家三口都没有对考上北电报太大希望。 毕竟是全国最顶尖的表演学院,他们找了一个便宜的宾馆,想着一星期就回去,谭松韵吃着烤红薯就去面试了,结果仪式通过了,要再住一周等二室,二室又过了等三室。 一家三口在北京住了快一个月,衣服都没带够,谭松韵最终被北电07级高职班录取,他终于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,北电07级明星云集,只不过都在本科班,郑爽,景田,看青子,柴碧云都在本科班,郑爽和景田大二就红了,而在高职班的谭松韵很乖,在校期间没有接一部戏,扎扎实实练功,认认真真排作业,毕业后才到处跑组面试。 谭松韵毕业后,不久就遇到甄嬛传选角,这可是娱乐圈一大盛事,好像全国的女演员都来,楼道里挤满了美女,当时已经定下孙力演女主角,她是谭松韵的偶像,能够跟偶像一起演戏,这种事想都不敢想,第一次面试后,导演并没有给出明确意见,过了一段时间才邀请她去复试,但谭松韵当时有其他工作,无法请假,只能录制一段试镜视频,经纪人专门给她买了点心。 室外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,谭松韵素颜眉化妆,还扎着两个小便,对该镜头吃得很开心,就是这个视频让谭松韵拿下了锤儿这个角色,一个不安适适的小女孩,在心机深沉的后宫,只有她整天就想着吃,那段时间,谭松韵吃得毫无忌惮,因为导演嫌她瘦,脸圆圆的最贴合角色, 虽然《甄嬛传》里谭松韵的戏份并不多,但那段时间她拍得很开心,演员都很专业,尤其能和孙丽搭戏,学到了很多本事。 甄嬛看穿儿那眼神是真喜欢,当时谭松韵和扮演夜兰衣的热衣渣住在同一个房间,两人都是新人,没有助理,经纪人也没有跟组,有段时间谭松韵病了,热衣渣每天下戏后都帮她煮梨水喝,她俩甚至没有电热锅,只能把梨削进热水壶。 这段时光让两人成为了好朋友,甄嬛传成为宫斗戏的天花板,开播十二后依旧无法被超越,主演都红了。 但谭松韵的戏份太少,所以这部戏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红利。 谭松韵再次被认识的作品是《旋风少女》,这部剧有多神奇,杨阳,白静庭。 吴磊都在这部剧里,童星出身的蒋依依,张雪莹也参演了这部剧,不得不说导演的眼光真好,如今全都红了。 这也是杨阳第一部男主角,军艺啸草的锋芒从此再也压不住了。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一个鬼马可爱的少女,角色非常讨喜,这部剧当年相当火爆,刷新了湖南卫视的收视记录,她终于被认识了。 紧接着,谭松韵就拿下了最好的我们女主角,原本剧方有意邀请欧阳娜娜娜出演女主,因为男主角已经定下了刘浩然,两人在《北京爱情故事》里的初恋CP非常受欢迎, 二搭想必魏波先火,但是因为女主角要剪其刘海的娃娃头。 据说欧阳娜娜娜不愿意剪掉长发才放弃了这个角色,而当时谭松韵已经被拒绝了。 她原本想出去旅游,但经纪人把她摁下了,经纪人甩给剧组一句话,你们不用谭松韵,一定会后悔。 另一边,她让谭松韵等几天看有没有转机,果然他们等到了。 演员名单公布后谭松韵受到了质疑,她当时已经25岁,比刘浩然年长7岁,却要出演高中生。 这两人看起来完全没有CP感,网友说,浩然弟弟吃亏了,最好的我们播出以后,质疑的声音全都消失了,耿耿于怀CP太好了。 他俩的青涩,懵懂,甜蜜,遗憾就是想象中高中恋情的模样,豆瓣打出8.9高分,堪称青春校园剧的天花板。 这部剧让谭松韵火了,就连过期多年的王月新也凭借男二号陆星合伙了。 三部热播大剧让谭松韵终于有了抗剧的实力,之后送来的剧本都是女一号,不过很多剧都是青春校园剧,让谭松韵扮演高中生,她内心非常排斥,一方面不愿意接拍类型相似的角色,另一方面,她已经是奔三的女演员,不能停留在十几岁的少女。 2020年,谭松韵破例了,她接拍了电视剧《以佳人之名》,还是饰演了李尖尖的《中学时代》,这部剧欢乐又温暖,几轮上星播出,治愈了很多人。 谭松韵凭借这个角色获得白玉兰最佳女演员提名,精英奖最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提名,她还一度成为精英女神的热门人选。 这时的谭松韵刚刚30岁,她是五位提名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个,好友热衣渣凭借山海情同样入围,曾经不知名的小伙伴如今再次站到一起,已经满身心灰。 只可惜,这样的成绩,谭松韵却无法和母亲分享。 2019年1月,55岁的母亲走在路上飞来横祸,她被一辆酒驾车辆撞成重伤,抢救无效死亡。 那段时间,谭松韵消失了,她的所有账号停止更新,整个人没了消息,无良的营销号却把她之前和朋友聚餐的照片放出来。 标题是,谭松韵丧母之后深夜聚餐,她没有回应一句话,时值春节,她只发了一句祝福让粉丝安心,谭松韵那时最想做的大概就是帮母亲讨回公道。 她聘请了业内最知名的律师张启怀,她曾经代理王宝强和马荣的离婚案,代理孙杨起诉国际体育仲裁案,专业度没话说,据说律师费也是最贵的。 此案时隔一年八个月才开庭审理,谭松韵一夜未睡从横店赶来,一身黑衣和父亲一起出庭。 案件审理九个小时,她又匆匆赶回片场复工,九个小时的审理,谭松韵忍受着巨大的悲痛,表现出平静克制的一面,恳请得到公正的判决。 这个案件成为全网关注的热门,庭审直播浏览量近千万,关于案件的细节不断被披露。 肇事者有前科,家庭背景不一般,司法人员执法疏忽,袒护,还有被害家属说你只是失去了母亲,我儿子过年却在坐牢, 大量信息难分真假,挑动网友的愤怒,不少营销号以此为话题煽风点火,夸大事实,甚至凭空捏造,随后便遭到举报被禁言。 这件事的评论开始反转,有人怀疑谭松韵故意通过舆论制造庭审压力,有人怀疑律师通过明星案件炒作自己,一个社会新闻变成娱乐新闻, 恶意营销炒作上升到影响司法公正的高度,原本是受害人的谭松韵最终风平被害。 谭松韵依旧没有回应此事,只是用法律手段状告侵害自己名誉权的网友。 至于母亲的案件,再也没有透露任何消息。 几个月后,她参加综艺节目《向往的生活》,提及母亲她说,下辈子希望她是我的女儿,这是她唯一一次公开怀念母亲。 这几年谭松韵发展得很好,二十岁眼睁环转,三十岁提名白玉兰,有代表作,有录人员,不管是青春剧,家庭剧,还是古装剧,题材不受限,她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。 以家人之名,这部剧《她的工作室》就是出品方之一,去年年底的电影《再见》,李可乐。 谭松韵饰演吴京的女儿,已经有两个儿子的吴京,对这个女儿非常喜爱,专门把老婆谢南叫来见见女儿,真是抢着给她当爹,只要和谭松韵合作过的演员,大多都能和她成为朋友,谁能拒绝一个爱笑的可爱女孩呢? 谭松韵说,家庭是她最大的支撑,父母给了她一个幸福的童年,足以治愈她的一生。 让她面对困难时总是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34岁的她,不婚不练,口碑好,未来路还长,谭松韵肯定可以更好。